彰化县持续营造地方特色亮点 促进地方观光产业发展 一直是卓博元县长努力的目标 彰化八卦山温泉产业曾经鼎盛一时 卓县长为复兴八卦山温泉产业 在县福团队以最高效率弃而不舍的努力下 现在游客来彰化也可以泡汤了 彰化的八卦山开发出了碳酸氢纳泉 很重要的美人汤 我们第一期的温泉体验设施 在今天来完工落成启用 我们开放让民众自由免费来泡汤 接下来第二期我们会有整个的温泉的泡汤屋 还有整个的会议馆 还有整个的相关的服务设施 都会继续加强 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 我们第二期会乘胜追击 让整个园区能够设施更加的完善 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彰化的温泉是碳酸氢纳泉 育后皮肤光滑柔细不黏膩 俗称美人汤 彰化美人汤位于社头乡的清水盐同菌营地 第一期体验设施开放民众免费体验 第二期预计新建温泉会馆等设施 整体景观采用圆木开放空间设计 让民众一年四季都能享受温泉 温泉是一个很天然的养生 而且可以让你的身体的循环更加的正常 也可以来疏解我们现代人生活的压力 我们欢迎彰化的乡亲 全国的乡亲来彰化 体验我们最棒的温泉体验设施 就在我们社头清水盐 彰化社头袜子多 巴勒多 董事长也多 如今又多了温泉 结合临近即将于明年7月通车营运的 高铁彰化站与便捷的高铁连外道路 将带动社头田中乃至整个彰化地区观光 与地方产业的蓬勃发展 公益频道张华允综合报道